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缉松时段 由琳达为您送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时事小品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在美国明州涉嫌性侵被逮捕的消息近日被刷屏 老婆干嘛呢 看什么CEO讲话呢 我突然发现的时候 其实共产主席真的就在我们这代就可以实现 真是与不经恩死不休啊 人家这叫做敢说敢做敢想 您啊就要以他为偶像 老婆虽然我只是个京东公安部的小职员 但是我一直是以京东CEO为偶像 哎呀人生暂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 你想什么啊我让你以他为偶像是说啊你要像他一样一手高举共产主义大旗一手狂赚资本主义钞票 两不耽误啊 我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因为高举共产主义大旗才能更长久的狂赚资本主义钞票 正是因为更长久的狂赚资本主义钞票 才能取得白富美老婆呀 哎呀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啊 人家刘强东都说了 并不觉得自己的老婆好看啊 不会吧 自己老婆好不好看都看不出来 这是眼珠还是脑残啊 不是啊你能不能换个频道 学学人家 人家的志向就是要在我们这一代就实现共产主义 是我 啥 刘总在美国性侵女大学生 还被抓了 哦好好好 我知道了 看看看啊 这帮网民 唯恐天下不乱 不就是一个性侵吗 至于这么热来讨论吗 不行 咱不能怂 咱得澄清一下 澄清 你是说 没有性侵这回事 有没有 我怎么知道 反正既然案子还在调查中 那就不能说有 总之 现在性侵传闻满天飞 我们就得澄清 一般美国警察不会乱抓人吧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我们就出来辟谣 要不我们再等一等 等什么呀 如果没这事我们一定要辟谣 如果有这事我们更得辟谣 啊 有这事也要辟谣 那就不叫辟谣 那叫造谣 怎么这么麻烦呀 刘董是谁啊 刘董是全国政协委员 商界领袖 业界精英 他必须伟光正 怎么能有性丑闻呢 是 这位协手管 我下来站公司不久 这方的经验不太足 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呃 以前在保洁公司工作过 保洁 哎 那你洗过地吗 洗呀 特别是当小工那样 天心洗 太好了 我跟你说 这微博发声明啊 跟洗地是同一工作 就凭你的经验值 一定没问题 你呀 好好想想 看看该怎么措辞 哦 那主管你这么一说 哇 有点明白了 主管 这么就行了 来 过来看看 刘强东先生 在美国商务活动期间 遭遇到了失实指控 经过当地警方调查 未发现有任何不当行为 他将按照原计划 继续其形成 我们将针对不实报道 或造谣行为 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好 果然是振振有词 气壮如牛 嗯 有专业背景 就是不一样 好 哎 对了 你们京东那篇 给刘强东洗地的声明 谁写的 我写的呀 怎么样 不错吧 我们领导还怕我在保健公司 有洗地的专业背景 嗯 不错 那以后咱家的地就包给你洗了 别啊 哎 不知道 就算我不洗 也有别人洗 连外交部都介入了 国内媒体啊 也在帮着京东说话 这浑小宝的胡编 抛出了阴谋论 暗示 这刘强东 是遭人陷害 连外交部和党媒 都跟着发声 看来 你们京东的后台够硬的 那是 刘强东一直高举 共产主义大旗 他的京东建立了 162个党支部 发展了上万名党员 前阵子 他穿着军装 戴着八脚帽 在延安走秀来着 所以他出事 党妈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哎 可是啊 这再怎么洗 强奸犯还是强奸犯呢 那可不一定 这就好比这一锅汤 只要你加够了足够多的料 他就能干 哎呀 老婆 这鸡汤总是臭的呀 不会吧 我熬汤的时候 加了新鲜的松茸 很名贵的 是不是这鸡肉有问题呀 嗯 我熬汤的时候 还加了名贵的花椒 大补的 但是这鸡肉好像是臭的 我不光加了那些 我熬汤的时候 还加了瑶柱 肯定鲜美 哎 不光这个 我还加了名贵的香菜 三十块钱一斤的香菜呀 你砸这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 这鸡肉本来就是臭的 啊 哎呀 哎呀 怎么喝了一口就要闹肚子 哎呀上厕所 哎呀 这下闹大了 怎么了 我看网上有消息说 刘董犯的可能是一级重罪 一旦罪名成立 少则判十二年 多则判三十年 美国警察还说了 随时可以传唤刘董 刘董不到庭不就完了 要是不到庭啊 美国警察就会签发全球通缉令 再说京东还在美国上市呢 要是被通缉了 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势必会介入 要求京东治理必须合规 搞不好啊 京东得换董事长了 这样啊 哎 我听说王思聪在网上说 刘董被人告了 应该是价格没谈拢 如果刘董再肯多花点钱 跟受害人私了 让受害人在法庭上 把事情说清点 这事不就没了吗 那受害人等于是做伪证 做伪证是重罪 现在就是受害人自己想反悔 想不告了都难办 哎 出事了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打听那个微博 快 那个声明得改 怎么了 哎 我们在声明中说呀 警察未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结果呢 美国警察出来否认 说他们没说过这话 更要命的是 美国四家律所 也因为这个声明 要调查咱们 说咱们发布了故事信息 误导股民 还说什么 违反了什么美国证券法规 我马上改 我回来了 哎 你看什么呢 哎 这刘强东啊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你看看这是哪一段啊 我们这一代实现共产主义 不是那段 是这段 第二呢就是 新的时代 更加强调 重刀成功 我就得给我们企业家 特别创业着 提到非常好的一个情 千万不要企业成功了 钱赚了 结果到时候因为违法犯罪 人进牢里去了 老婆孩子带着钱 跟别人过了 那就悲剧了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 系列实质小品 刘强东信亲爱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